之前威宁报导过 危在新北市新店调查局大楼发生火警 五十坪的办公室复制一具 但神奇的是可以看到这幅钟馗画像 竟然毫发无伤令人嘖嘖称奇 只不过起火的这个滋通安全处 它是负责反境外势力跟反害客 这内部的资料是不是在大火之后 有外泄疑虑引发关注 法务部长蔡清祥今天到立渊被巡视强调 资料确认没有毁损 而且也表示有备原系统 至于起火的原因还在鉴定中 熊熊烈火狂烧 新店房屋部调查局连正大楼一楼的 子同安全处二十四号晚间起火 五十坪办公室复制一具 除了这幅画 相交一盘满目窗仪 办公室内这幅钟馗画像 竟然毫发无伤引起热烈讨论 不过调查局大火 有没有资料外泄问题 持续让朝野立委关注国家安全 因为是火的办公室 是负责反境外势力认知作战 以及反骇客的子同安全处 敏感单位让起火原因更受关注 调查局他们也有对外做说明 我想火警的原因 也由这个专责的机构 在鉴定中 初步是排除人为的因素 起火处事关国安 立委也对法务部提出质疑 调查局 大家没有办法理解 这不是重大的国安问题了吗 当然非常严重 我们觉得不应该发生这种事情 不过面对资料外泄疑虑 调查局第一时间发出声明 表示电子资料都有备份 法务部长蔡金翔 在司法委员会背询也做出说明 那资料上面我们都经过检查 并没有任何的损害 因为有一个电脑的伺服器 都完全 它是有很完整的一个防火功能 另外我们也有备员 法务部打包票 资料没有销毁 也没有外泄疑虑 华氏新闻张志的刘伟辰 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